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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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亮法 改切万劫暖遭御 我今见闻得寿持 愿意见如来真实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前面的几次讲座 我们都是在学习 就是释迦释中向我们介绍 极乐世界菩萨他们的修学生活 那么释迦释中在介绍这些菩萨的修学生活以后 从意理上讲完以后 然后又用了 一年用了21个比喻 有19个排比句 那么非常显向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菩萨 极乐世界菩萨他们不可思议的这些智慧 神通 悲心 变才 禅定 等等等等 那么在用比喻说完 极乐世界这些菩萨 他们所得到的殊胜得能之后 就是他们所修学已经所具足的各种神通功德之后 他最具刻性地说明了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 在极乐世界以及到他方世界度化众生的过程中 在非常精进努力地修学用功 不是我们有些人所误解地以为到极乐世界以后 就一切都万事俱备了 什么都不用做了 而是说每一个到极乐国土的众生 都不管是菩萨道的众生 还是凡夫众生 或者是二成众生 他们往生之后 一生到极乐世界 那么修学的方式 修学的途径 以及修学的环境 会更加的殊胜 亲近阿弥陀佛 祝佛 以及这些大菩萨的机会 更加的方便 自己的烦恼不会献钱 所以修学会更加的充满了力量 也是在一个不退转的这样的氛围里面 更加努力地精进半导 那么这些阿弥陀佛介绍之后呢 我们看又到了第176页 所说的这些菩萨们 他们修学的这些经过 以及这些本身 本身他们服下修学 应该具备的一种心态 像催灭了这些嫉妒心 不会嫉妒 别人会比自己强 并且一心专要求法 心里面都不会 永远不会满足 这个是一百提示力量 第二行里面 永远不会满足 恒常的并且为他方的众生 广为宣俗佛法 也是不会疲倦 积大的法骨 建立正法床 以佛法的智慧之灯 来替众生子民方向 这个铲除众生的愚痴暗免 那么尤其是在这些 没有佛法的地方 他们要去建立生还 建立生还呢 要必须是修六合径 六合径 以这种和乐的规则 规矩来相处 并且呢 也是常常行法不失 永远精进 永远不会退落 因为在无佛法 初建立佛法的话 它是需要永远精进的 这种力量和这种 不疲不厌 这种 有这种甚至是 常被讲究的心态 就是因为 你要在一个 没有佛法的地方 要传播佛法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看到像在 佛法从古代印度传到中途 你看到在中途真正黑花 结果的时候啊 前后都是经过五六百年的时间了 你在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感觉这种历史 已经过去五六百年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串数字 但是你稍微去思维一下 这五六百年当中 这些从西域来的这些大德 古代印度的这些大德 以及中途去求法的这些大德 和在本土啊 在本土在 以自己的生命来传法的这些大德 这五六百年时间都是做出了 多少代人的牺牲啊 曾有唐宋时期 随唐时期佛法的真正的这种 以全新的格局出现在 我们中华文化圈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你看传法过程中 失败了以后 要永不放弃 你看像建政大师 像日本传播律宗的过程 前后你看都是六次的东渡 最后一次才成功了 前后五次这个都是 中途要不是船翻掉 要不是就是海啸啊 要不是就是打风啊 这台风 他都没有办法成型 那最后一次 但那时候他眼睛都已经全部瞎掉了 在那样的舍僧 往死的情形下 一心一意这种违法忘取 把整个的佛法传进过去 所以就像在这样的地方去传播证的话 要有这种大丈夫的气感 那并且呢要遇到痛了要 没有这种退缺的任何借口 那么这样才能够做世间的明灯 以这样的身份 建立这样清静和乐的三团 也是世间最殊胜的福钱 众生要修福报的地方 能够成为一切众生 做师做道 这个能够平等的对待一切的众生 那么极乐世界 菩萨出来以后到他方世界传法的过程中 他们也是知识专求与正道 自己所喜好的 所爱好的 自己乐趣呢 就是传法 传解脱道 让大家知道解脱的方向 这也没有其他的这些方面的 这些兴趣爱好之类的 能够让他们去分心 去采取关注 那么当然在由于这些菩萨 他在本身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传法过程中 他也是 也是这个不断地在修学 拔除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无名 以及铲除各种本身还没有断尽的 这些烦恼的过程 所以他要把这种御赐 本身御赐 自己要拔掉 也要替一切众生 指示他们拔除御赐的方法 所以这里用一个比喻 就是这个欲望 就像赐一样 是如果说是我们不去注意的 不把他拔除的话 他就会一直让我们很不舒服 那么只有欲赐拔除了 才能够让众生能够安下心了 安下心了 能够精进半道 那么这样呢 这些菩萨 极乐世界出来的这些菩萨呢 就会赢得这些十方众生的尊重 那么这些各种他们自身的修学过程 是不断修集福慧的过程 也是不断地增长自己的智慧的过程 那么当这些各种各样的仗斗啊 这种贪生烦恼啊 这种无名烦恼啊 能够全部都破除之后 那么他本具的这种神通 得能啊 自然就会全部显现 那么在讲述这些之后 我们在上次谈到啊 就是这些菩萨 由于灭除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仗壁 能够游戏神通 所以呢 他就具有了非常殊胜的十三种力量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次讲座要学习的 那今天是我们的第55次的讲座啊 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讲习里面 也有谈到啊 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们所具有的这十三种力 就是应力 原力 毅力 愿力 方便之力 常力 善力 定力 惠力 多文之力 吃 戒 忍辱 精进 缠尽 智慧之力 正念 止观 著通 明力 如法 瞧 福 著 众生力 如是 等力 一切 具足 这些文字 可能我们也是在读诵的过程中 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 因为看起来还要很简单 那么这道文字呢 静影会员大师 他的 尝试是 非常的妙 所以我们以静影大师的注解来看这道文字 其实这道文字呢 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所具有的这十三种力 这个我们在读读 我们在读读的过程中 你只有在这个未遗本应该才会看到 其他的遗本应该都没有 我们来看这个因力 原力和意力 愿力 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过的 我们再简单再过一下 让大家知道 回忆一下我们以前学习过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十三种力里边的第一门 这个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他们修学菩萨道 所依据的四种力量 如果说是没有这种 这四种力量的话 他们的菩萨道是无从下手的 也就是说 这是菩萨修学 他要在菩萨道的修学过程中 要成佛所必须要具备的这几种力量 那么这个也是从我们凡夫众生来说 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因力 这个是他俗世所种的善根力 所修集的善根福德力 如果说是这些菩萨 他在因地没有修集 圣身的善根福德 那么他就会不具足第二种力量 叫圆力 如果说没有善根福德的感召 那么圆是不具足的 比如我们常讲佛法从原生 必须是俗世 有种过这样的因 这一生才能够遇到这样殊胜的缘 这也是菩萨道修学过程中 他们必须要生生世世 就是修学菩萨的行持 才会感得他在菩萨道修学过程中 不断地遇到佛法 不断地修行佛道 不断地甚至遇到佛之事 所以因力对于这些菩萨的修学非常重要 对于我们反复众生的修学也是非常重要 这就是俗世的善根力 俗世的善根力 感得他们在这一生能够在治愈佛法 也能够治愈善知识的滋意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反复众生也是如此 如果说是我们不具备俗世的这种因力的作用 因力的善根力 我们这一生的原力都不会具足 这是因有因才有缘 我们俗世众因这一生才会感得有这样助缘的成熟 所以能够遇到善知识的指引 能够行持正高 这个就叫增上缘 不然的话佛法的修学 他以自己的力量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紧接着后面是 毅力愿力 毅力愿力 那么这个毅力如果说是我们还记得法藏菩萨在因地发愿的那个过程 那么毅力就是当时他那一念的愿心 那当时他听世子的王佛说法之后呢 就发起了要广度一切众生 要建立一方超胜十方祝福的刹土 接引法界一切众生 去他的国土去修学 所以这个毅力 就是当时那一念的愿心 那么这个毅力也就是夫妻心 就是要他要成果之心 度众生之心 那么这个从当时一念的木牙发起 到发起大的夫妻心 那么大的夫妻心 他要去落实 要建立自己的净土的话 必须要发大愿 有愿才能够 他的修学才有目标和方向 那么有愿 他所生生世世的修学 才会有这种力量的推动 所以菩萨累生累劫 能够行菩萨道 修菩萨恨 这都是他因地大愿的推动 那么有了这样 为了菩萨行的不断的推动 成点节的修学 最终他所发的大愿 全部都能够成就 就是以他的行持 庄严大愿 如果说是这些愿光发了 但是没有菩萨的行持 去累生累劫的去庄严 那愿是空的 愿是不具足力量的 那么必须要经过 无量节的行持 这些大愿才能够成就 大愿成就 说明他的菩提心圆满了 菩提心圆满了 就是成佛了 那么成佛了 当然他这些大愿 都具足了 摄受众生的力量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菩萨修学过程中 最初所具足的这四种力量 那么后边紧接着说 方便之力 常力和善力 那么庄严大师说 这是第三文是 加行正修 依法巧修 名方便力 依法横修 名常力 依法正修 名为善力 这些菩萨道 菩萨在修学成佛的过程中 尤其是如果我们读华严经 或者是读法华经 你就会发现 菩萨修学 尤其是到原教出诸位的菩萨 虽然说是他在六度万恨其修 但是他也会专注自己一个专修的法门 因为专修会快速地成就菩萨道 所以行持方面 可以广播多闻 可以修各种各样的行 但是在自己真正的用功的方向上面 他也有一个专修的法门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 这个凡言经里边 有些是专门治香的 有些专门经经念佛的 有些是以智慧为标准的 甚至你看法华经里边 那个长吉菩萨 他就是遇到难骑 就是求佛菩萨献前 就是哭 所以哭出名等等 就是以这种力量制成感召 其他的祝佛菩萨的护齿 然后他能够快速地进道 那么他自己有这样方便之力 能够能够加速他 能够加速他菩萨道的修学 所以静尹大师这一切叫加行正修 就是说他能够知道一个有方便善调 能够缩短他成佛的时间 那么他能够具足这样方便之力 那么他也能够知道众生也需要这样的方便 所以他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 他会根据这些众生不同的根基 不同的泡药 不同的根性 然后给他们不同的法门 所以菩萨他必须要有这种方便力 要有方便善调的智慧才能够接引度托众生 那么能够自己以方便善调的方式巧修 快速成佛 以方便善调的度化利益众生 那么还需要常力和善力 那这个就是菩萨与凡夫众生最大的差别 凡夫众生总是在修学的过程中呢 是这个力是横潮不起来 那依法横修 就是说我们修学是很容易瘪的 很容易散脉 很容易放逸的 那么修学我们总是断断续续的 那么菩萨的修学 他是能够和反复众生正好是反方向而行 他能够永远地以这种常力修学 这一生永不辟业 来生永不辟业 生生世世永不辟业 那么更重要的是 他的一切身口意的行持 都是安住在善法上面 那么从这个反复众生 我们总是做点好事 然后呢 这个烦恼起来又干得坏事 虽然说是这个 有时候觉得是没有违法 没有大的错误 但是想错误不断 但是从这些菩萨的行持来说 那么就从他们的行持 是不从在还有作恶 或者说是凡朗起现行 然后呢 不做善 那么这种善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善 以及修计一切善法的善 那么更重要的是 能够修持成佛的福气道的善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世间善业 以及出世间的敬业 他都能够恒长地去修行 定力 会力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学习的内容了 那么在上面这些力的基础上 定力 会力 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在度众生的过程中 所要修学的第四门的修学的途径 这里谈是定力和会力 是修心成就 就是说 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他们的修学 从心性的感受上面 绝授上面 已经能够定会等持 这个定会等持就是子观并用 能够福会具足的修学 所以这里谈这个定力 首先谈修止成就 名为定力 修观成就 名为会力 那么指 指一般都是谈四先 这个什么他 就是得定的意思 那么这个修观就是得会的意思 那么指是有基础的 从菩萨的修学如此 凡夫的修学也是如此 那么要指 首先是要吸指原律 凝结心念 就是说 他首先要在思想上 念头上 要非常的专注 那就是我们在四十二十章经里面 所看的 至心一处 则无事不办 在我们世间法的修学 你看这些学生他要学习成绩好 或者说是你一般的一个行业 你要做得好 它都是如此 你要在这个上面要下功夫 要去钻研 要去专注 当你能够真正对这个行业 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了解 并且掌握了它的诀窍 你真正具足了这样 能够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你所专注的 你所工作的这个方向上面去的话 那么你肯定会找到更好的方法 得到更好的成果 世间法的修学是如此 那么初世间法的修学也是如此 所以呢 我们看到在菩萨道的修学里边 谈定力 那么定是一个菩萨修学必须所具备的条件 所以前面我们看到这个释迦世中在比喻这些极乐世界菩萨 他们的定力 定力如山王 智慧如大海 就是不会被一切的未缘杂念所这样所转动 或者是能够随被其他的这些未缘能够随约而动 他永远就能够定得住 那么这里说是 瞧心之暴 直心之躯 定心之散 叫定 就是我们的心的念头是一直起伏 就像这个猴子在挖动的 每时每刻他都是没有展示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有觉知的时候 眼睛睁开的时候如此 那么我们眼睛闭上在休息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的念头都是没有清晰 他就暴就像一个瀑布下暴流一样 从高处向低处 低处再向高处 一直是这样起伏不定的 那么这种定力就是首先他能够让心 把这种心的暴流能够瞧得让他止息下来 就像高山的湖泊一样 非常的沉静 非常的澄清 因为他能够瞧 止息这种心的暴流之后 忘心不显的话 后面这种惠力才会显现 如果说是心永远是网动的 心永远他要止不住这种念头的暴流的话 那么智慧是永远无法显发的 并且呢 这个后面说执心之躯 因为这个执这里是做动词用的 我们反复的心总是不能直直 总是弯曲的 那么尤其是现在整个的社会都是如此 如果说一个地方的分气不好 环境不好 大家都是用积心的 都是用各种各样钻营 各种各样的玩心仰 玩手断这种 那么你这个一个有执心的人 就在那边就很难去生存 所以这里是他要把这种反复的这种曲心 曲曲折折 肠子折过来折去这种心呢 绕来绕去这种心呢 要不他直起来 让他能够制直 那么直起来呢 就像把这个蛇他本来一直弯去 他直他不舒服 蛇死掉以后直 活着之后都是弯的 那么你让这个蛇心怎么直呢 你放一个竹筒让他钻进去 他都直了 那么这种定呢 就能够让我们弯弯曲曲的心呢 让他直起来 这种以这种深定的 以这种这种破除无名的 这种甚深的禅定 那么智慧现前这种真正的定力 真正的定和慧 就能够互相作用 定越来越有力量 慧也是越来越深 那么这样能够把自己的心 自然就会定下来 再也不会散乱 所以呢 这是我们看到佛在这里站在这些极乐世界 菩萨们修学的所得的定力 那么从我们一般的反复来说 这个定也是我们日常要多去关注的 虽然说是我们以念佛为主 以佛号的方式来修订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念佛的目的是求马生 但是念佛 实名念佛的过程 就是一个修订的过程 那么这种修订的方式 我们就是以佛号来降服乱心 以佛号来摄乱心 它摄乱心的力量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禅宗的 我们大乘的禅法 是以参话头 参一个念头 一个这样的念头 或者说是一个问题 就是父母送我之前 我的本的面目是谁 这个我没有成佛之前 或者是我成佛之后 我的去向是何处 或者是万法归一 衣柜何处 我念佛的人是谁 总是参着要的问题 以问起来仔细其他的杂念 或者说我们看到 蓝传的这些修订的方式 都是以这种熟悉 关注自己的呼吸 关注自己念头的生起 或者是修这种各种各样 其他的观想 让心能够止息下来 也是修建的方式 那么我们以念佛修学 这种既要念佛念得重熟 念佛能够真正 能够每日有这样的定时定量的修学 那么日久是肯定能够得定的 那么有定对于我们反复众生来说 我们讲有定力 这个人很定 很笃定 就说明他的心思有力量 遇到位界的变化 他能够成得住气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些 一般这些世间的这些大政治家 这些谋略家 大将军 这些他只会千军万法 他一定要有这种定力 他才能够用成为物 能够通关全局 如果说是他没有那个定力的话 他自己已经乱了 那么下面肯定比他还要乱 所以他是有这样的定 他这个心性的力量才会显现 世间事情是如此 那么修学佛法也是如此 但是定我们一般谈到 这个定是能够扶住我们的怀恼 定还不能断反了 必须要有顺身的智慧 才能够让这种我们的烦恼连根拔除 那么智慧 这里谈到的智慧 坎伦大师的解释就是 无我的智慧 我们谈为什么说是定自能辅助烦恼 有定力 对象把这些烦恼的现行 贪承吃慢这种种与生俱乐的习气 就像石头压着一个小草压压在那边 那么自有智慧 那么会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小草 从地下爬出来 并且让它见光 在烈日底下智慧的阳光下面暴碎 那么烦恼才会真正的断除 那么从这里谈到这个 无我的智慧 空 这说明我们这些烦恼习气都是由我而起的 那么有定它还没有破除 这些烦恼是因为还是有我在 那么真正当它具足了智慧的力量 知道整个的世间也好 甚至出世间法也好 都是无所得的 都是不可求的 那么一切法都是远生远灭的 那么如果说是它具足了这样的慧解 那么首先它能够破除我执生戒 那么我执生戒它要破除了的话 它这种智慧会自然升起 这个各种各样的烦恼本来是衣服在我上面而生的 我们热在这些大树上面 你看都有很多的附生植物 一棵树上面各种各样的附生植物 千奇百怪都有 那么我 我之身界就像这一个大树 我们的女生这种各种各样的习气烦恼呢 就像这种附生在大树上的植物 当这个大树都是空恼的话 各种各样的烦恼 自然就没有它所依靠的主体了 所以它如果说是具足了这种无我的智慧 它自然而然就会感知自己与众生是一起的 是众生如自己 那么众生受苦就是自身受苦 那么具足这种无我的智慧 才会生起真正的平等的大白性 所以我们谈这个心要真正的平等 必须是在无我的空会基础上才会平等 有我之身界的话 永远是平等不了的 有我之身界 你永远是有我和他的对立 那么所以如果说是这些菩萨具足了这样的定力 能够能够以生禅 启发空会启发智慧 那么断除一切的烦恼 那么有这样的惠力 就会生起平等的大慈悲心 那么自然而然就会生起利益一切中生之心 那么在谈了但是我们看到在用处里面谈到这些菩萨 他要发起利他的这种大悲之心 那么发起利他的大悲之心 如何去利他 那么当然是要先成佛罪去利他 那么利他最便捷的方式是什么呢 射受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这是菩萨内生最便捷的方式 那么从我们反复众生我们看到 我们也可以向这些菩萨们学习 你看这个天津菩萨 做这个网上弄注 做这个摄大传众事 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 他的发愿都是 我愿一切众生都到无量光的佛场 都到极乐世界去 那么我们每次每个发愿 我们发愿求生净土 愿一切和我们有缘的众生 以及无缘的众生 也都和我们一起得生净土 那么我们发这样的愿心 就是发不及心 就是发成佛之心 好 这就是定力和会力 对这些菩萨的显现 那么第五门是谈多门之力 那么多门之力 这是静影大师这里谈到 这个是起行之解 就是要真正的下手修行之前 下手修行之前 必须要先具足 对佛法的 如理的 如法的把握 那么要如理如法的把握 必须要去多门 要去读诵 那么我们看到 佛上的修学经常会谈到 要广学多门 要多门授耻 那也就是说 谈到多门之力 其实里边所帮含了 好几个层次的内涵这里边 你要多门读诵 要广学多门 门之后还要文法授耻 那么授耻 从文法到授耻的中间 那就要有一个关键的 就是正知见的建立 如果说是不具足正知见 那么它一切的行持 都是摩意 所以这里 《文法经》里面谈到 多门是道场 如门是行故 这是多门 广学多门 是菩萨修学的 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学途径 那么这种多门 它必须要文法之后 要有责法的智慧 所以多门要正思 要有一个正思维的过程 你看我们看谈这个八正道里面 那么这个对于大小 这种佛法都是如此 那么多门 有了正思 正思就是如理的思维 以佛 菩萨的指导 在佛法的 法应的原则下的思维 完全 这可不是我们 反复以我们的情世之心去思维 那么尤其是对于这些 佛法的文词 佛法的多门受持 我们不能万文解义 所以我们 你看这些 祖师菩萨经常所说是 万文解义 三世佛乐 有时候文字上面 我们看到 它表达的这些内容 和它背后所要起现的毅力 它是不一样的 佛法无人说 随之不能解 所以如果说是 没有这种 具足开悟的眼睛 没有这些 以前这些祖师大德 这些祖师菩萨 对于这些经典的注解 能够给我们 这非常明确的 思维的方向的话 我们以反复的眼睛 是根本看不清楚的 每一句的经文后面 如果说是 我们以自己的眼睛去看 如果说是 我们现在去看这十三种地 从这个英里原里 你这个读过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看什么东西 所以你看这个 我们看的 印光大师 也是对于 这个静影会员大师 注解这个 无量寿经书 是非常赞叹 他解释的 非常的精确 除过就是 纠凭三位网生 判位高了 比较高一位了 其他这些文字方面 都是把握得非常精确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政治界的建立 是在多文多思的基础上 那么多文多思 这种思维要 如法的思维 才会有政治界的产生 那么有政治界的产生 才会对于佛法意理 有正确的理解 不然都会走偏掉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看这些 祖师大德经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 离经一字 思维摩梭 如果说是 你离开这些经典 来传世经典 以凡夫的情诗的眼睛 情诗之心 去诠释 佛所说的话 如果我们不具足 这样的慧眼 不具足开悟的眼睛 或者是祖师大德的 引导的话 我们肯定会出错误 这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我们看到 也在修学过程中 为什么你看 从东晋时期 慧远大师 到民国年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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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代表性的 就这 十三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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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你看 修持 净土的 解释这种 净土 毅力的 禅世净土 经典的 何止是 千千万万 但是 能够经得住 时间 考验的 真正 具足 佛眼的 真正 具足 正法眼的 那 这十三代祖师 他是 一昧相成的 所谓 就是 佛 同一个 鼻孔初期 这个 同一个 鼻孔初期 不是贬义 是宝义 就是他们的 支界 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我们在 悟法时期 这个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 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佛在 《原觉经》里边 已经谈到说是 末世终生 希望成道 无令求物 我亦多闻 增长 我见 就是有些 这个 人在 清闻之后 他没有 如理 如法的 思维 也不知道 思维的方向 到底应该 从哪里去下手 不具足 这种 责法的智慧 和责法的眼睛 也不具足 这种正思维的方向 所以呢 这样他越轻 反而有时候就 越乱 越轻越乱 因为他是希望成道的 但是呢 他又没有这样 开悟的眼睛 但是对于 祖师菩萨的智慧呢 他又不了解 甚至有时候 他可能是 听到一种 见解以后呢 就障蔽了 他的心性 他对于其他的这些 教典 教导 都根本就 清不进去了 那么这样会导致 他清了很多 反而是越清 我直 我慢 我见 越重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尤其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要是想不走弯路的话 想要走一条 这个最愧洁的 最本妥的 最安全的路的话 那其实就是这些 祖师菩萨 给我们所指的路 其实 可能有些同修 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总是说是 这种邪之见很多 有时候这些 本身也不是 邪之见 但是 它是一种 相似法 就是 听起来 好像有道理 但是 仔细 与这种 仔细与 佛法 这个佛所说的言教 以及这个祖师们 大德他们的教导 去对照的话 它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从当今 有些这些法师 或者居士 从他们自身来说 他们觉得说 自己开创 开创出了一条 这种 一种新的建议 或者说是 他发前人 之所为怕 但是 你要去 稍微去思维一下 从古至今 千百年来 其实 我们能想得到的点子 前人都早就想到 我们想走一条 蹊跷之路 这种投机蹊跷的路 其实前人也都试过了 结果也是很明显 失败 那么正是由于 这些人的失败 才越显出 这十三代祖司 他们的教导 他的这种 恒常性 永久性 千百年来 经得过这种 时间的考验 所以历史潮河中 你看这几千年来 这种净土方面的著作 也是不计其数 有些你看流传 当时流传 也是一刹那之间 非常的轰动 但是后面真正这些祖司的 言教一句话 说了以后一句话 他马上就流行不开了 那越是在这样的时代 你就越知道这些 祖司菩萨的眼尖 真的是 刺穿 刺穿这种 剑网的 刺穿这种 斜剑之网 或者是 相似法之网的 利剑 其实我这一次 去这个 澳洲 这个道场里边 万福城的道场 因为万福城 他本身 他是 武宗并红的 我们 那边 打火器的时候 也是从各地 到那边去参加 火器的一些同修 澳洲本地的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台湾都有 还有中国大陆 但是呢 这些年 他们都是 基本上 被一种神言 所能造的 所以呢 他们总觉得 这种神言 是正确的 这个方向 也是正确的 所以当这个 我们谈到这些 祖司的 间接的时候 很多人 亲了以后 真是 痛哭流血 他说这些 为什么我们 以前没有 亲到过 就祖司菩萨的智慧 这些路径 这么明确 指向 这么清晰 但是他们 就被一种 见解 完全就 张变了 眼睛 张变了 耳朵 所以你在 这个时候 就又感觉到 是 其实 我们 只要有机会 就是这些 祖司菩萨的 智慧 这些 言 词 有时候 可能就几句话 有时候 一段话 你这样能够 把它传播出去 他有头脑的了 真正有理智的 他都会去思维 什么是正之间 什么是 反复之间 那么尤其是 在这些 菩萨修学的过程中 我们谈多文 他们是对我们 反复众生 做模样 你看 善才童子 在环境里边 参 五十三位善知识 最后都要去 西方极乐世界 参 阿弥陀佛 这个修学的过程 本身都是一个 广学多文的过程 那么广学多文 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注意啊 就是说 不是说是 我们亲多了 有些觉得说 我怕 我们亲多了 会乱 看你亲的是 什么样的内容 如果说是 你亲的是 真正净土中 这十三位祖师的 或者说是 经典上面 或者说像这些 像经典大师 他对无良和见的诠释 善道大师 他对关心的诠释 等等 如果说是 你亲的是 这十三位祖师的 这十三位老师的话 他不会乱的 因为这十三个人的 见解是一样的 不会说是 第一代祖师是这么讲 第二代祖师那么讲 把你挡过来挡过去 那你就乱掉了 不会的 见解是一致的 所以呢 在这一点上 你 亲的越多 目标越明确 你对自己的方向 越肯定 所以 不要怕 在这一点会乱掉 其实这个 印光大师 我们看到 在文操里面 也谈到这些问题 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 广学多文 但是广学多文 是在一个 基础上建立的 什么基础呢 那就是在 那就是在净土法门上面 扎住根以后 其他的大成经 大成法典 大成论 我们要多去读诵 多去了解 因为这样才会圆融 如果说是我们在净土的精灵里边 以及祖师菩萨的智慧里边 还没有扎住根 我们吸收不到 这种祖师菩萨的智慧 那么这个时候 去一下子清到很多 一会儿清这个 一会儿清两个 那肯定会乱掉 因为 每部经典 所针对的对象不一样 那么如果说是 我们这里 有些经典里边 我们看到 完全是破有的 破除净土的 那么有些经典里边 又是奇畅净土的 让我们求生净土的 那么你方向一会儿 东一会儿西 一会儿空一会儿 有整个的一团造 甚至你都会觉得 佛怎么讲经前后矛盾 所以这个就是 多文要产生力量 它是在建立在 正知见的基础上 建立在正确的理解 佛言足语的基础上 那么才会有真正的力量的 才算 那么有了这种正知见的力量 就会要去下手行持了 所以呢 第六门 从见解的基础上去行 行什么呢 那么这个是谈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六度的内容 就是菩萨的修学 那么一般我们谈 菩萨的修学六度 也是我们凡夫众生 我们大成佛弟子 每日所应该去修学的科目 但是我们谈 诗不诗 戒持戒 忍辱精进 禅尽到智慧 后面都少一个例子 但是菩萨的修学 这个是前面 前面就是不诗力 持戒力 忍辱力 一直到智慧之力 它是把前面这个例子 菩萨的修学 它省掉了这个例子 这里又告诉我们 菩萨修学和凡夫修学的差别 我们布施 可能是自己兴趣爱怕来了 或者是那一刻悲心起来了 要帮助人 或者是条件 允许的情形下去布施 但是菩萨的修学 这六度 它都会横长地去做 有力就是横长地去 一直生生世世地继续下去 布施 我们一般谈财师和法布施 财布施 财布施是位在的布施 法布施是自身对于佛法的传播 那么财布施里面又谈赖财和外财的布施 外财就是财产方面了 帮助他人方面了 来自于我们这些布施我们的时间啊 布施我们这个 去这个帮助他人做义工啊 这都是布施 但是赖财的布施就是谈 自己的头目老水的布施 器官的布施 佛下的修学 众生需要什么都要拉什么去 那么这就对于我们一般反复众生 又很难去实行 很难去做得到 因为这个菩萨啊 他的修学菩萨道的过程中 他为了救人 他舍身受身啊 我们看到他都是在变异生死的过程 这一生结束 下一生马上就持续修菩萨道 但是呢 从反复众生 我们都是由我知我见 这个器官我现在还要用 我舍不得割给你 那所以这个 这种布施啊 你要真正要行到圆满 也是到菩萨道佛的程度 所以布施有生有浅 那其实我们谈到这个 有时候也谈到五味布施 那就是让别人心里边没有恐惧 在别人这个生活遭受巨大困难的时候 或者说是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 我们能够用巧言 用这个善言去安慰他 甚至这个 这个大街上碰到一个人 一个微笑都是布施 那么这种布施是不断的这么做 他主要是要渐渐的渐渐的渐渐的减弱 来至于断除我们的坚贪之心 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所获取的这些财富啊 他都是有极弱的控制欲和占有欲的 那么我们在舍的过程中呢 就会不断地减轻我们的我执我见 那么如果说能做到内财的布施 那能够就能够逐渐逐渐地破除生戒我执 那所以从未到内 都是一个破除我执的过程 那不仅仅就是布施可以得这种大富贵报 那坚贪得贫穷报 那么这个是从一般的英国理上来说的 那么从心性的修学上面 主要是谈布施是真正能够破除我们的我执我见 能够弃入到无火的空会 那这是布施最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谈菩萨的持戒力 那么正好这个有很多同修谈 是应该简单的 我们也能希望能够把这个戒律方面有些概念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没有谈过的内容 那么菩萨的修学 当然这个从持戒的内容上面 因为从反复众生 身闻众生到菩萨众生 他们所遵循的戒律 基本上都是有重叠的地方 但是呢 也有不共的地方 一般我们谈这个戒律 从我们反复众生来说 我们从受持三规到五戒 到我们这个也是一日一夜的八观再戒 到菩萨界 那这是一个不断增进的过程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同修 你看在这些年的学佛过程中 从三规到五戒 然后逐渐到菩萨界 都是不断的进步 但是对于五戒和后面的菩萨界 它所包含的内涵 其实是我们看 虽然说字面上是一样的 但是意理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一般五戒里边谈 信戒和遮戒 信戒就是不杀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那么遮戒是不饮酒 信戒就是说 你受还是不受都会有这样的果报 那不是说是 有些同学总觉得说是 我怕我犯戒 所以呢 我不受 不受果报一样 你反而受了以后呢 你会时刻的去提醒自己 这条戒是非常重要 非常严重的 五戒里边的前面这四条 这是最根本性的东西 这个四戒是五戒的内涵 最佳五戒的内涵 那么在出家戒里边 只是把不邪淫 改为不隐喻了 前面四种戒都是内涵式一样 那么从不杀生 从这一家戒的角度来看 从不杀生 从五戒的角度来看 主要谈的是不杀人 那么不杀生 我们就是以这个例子来举 就是说 首先你要没有这种 要起杀心 要去杀害他人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你所杀的对象 肯定是要杀人 并且你明明知道 你所杀的是这个人 所以呢 这种有这种杀心 确定是人 并且你已经自己 也确认了是这个人 这个是五戒里边 谈杀人 起杀心 犯杀戒的第一个因素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你要具足圆的 那么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去杀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所以不管用刀 用枪 用毒药 或者甚至是 把人弄到水里边淹死 开车撞死 等等 一样的 这种 各种各样的方便 都是杀人的手段 那么这一个 从杀生的角度来看 你杀人也好 自杀也好 或者说你自己不动手 叫别人去杀人也好 或者说看到别人在自杀 或者说有人要去杀人 你在旁边你说 好好好啊 去死吧 或者是你赶紧把他杀掉吧 赞叹杀都算是杀业的 最重的根本罪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以咒的力 持咒的力量 那一些同学可能读过 米拉日巴传的话 就会知道 还有这种 在修学 没有修学佛法之前 他有那咒术啊 能够呼风唤雨 能够杀 把其他的人啊 牛羊毛下一部分都杀死 或者是把鬼神 他也能够用咒术 能够把他杀死 所以这种都属于 杀人的这种不同的途径 包括 但是这都是非常重的杀业 只要所杀的人命断了 算是你造的杀业成功了 杀业成就了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们有些人会谈到这个杀生在五戒里面 那么一般我们谈到有时候 说是这些无意之间的误杀 或者说是本来是杀的杀动物啊 或者说是砍树啊等等 把人家这个人不小心杀死了 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呢 不算是犯根本解 误杀算是可忏悔的 但是有意杀人 有意自杀 有意叫人家去杀 或者是赞叹别人自杀 以及赞叹别人杀人 这都算是佛法里面杀人的根本解 但是杀要是一个成就 杀业 所以我们看这个杀业成就也是有因缘的 你杀了 但是这个人没杀死 也不算犯根本解 但是你杀了 但是你杀了当时没死 过了不久死了 算是 还是算 反共门解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佛在定这些戒律的时候了 他都是非常的客观 非常的理性的 那么这个道解也是如此 道解主要是谈你不欲而取的东西都算是偷盗 没有经过别人同意自己得到的财富 或者说是没有经过别人同意你笼用了别人的东西啊 别人的钱财等等 那么尤其在佛法里面谈到偷盗 众戒的偷盗就是偷十方常住物 偷三宝物 偷现前僧物 这是偷盗戒里面非常重的戒 那么当然这个偷盗戒在有些层面 你看我们看到像有些女 这个其实偷盗戒从事件来说 事说来说 如果说是你罗用的像一个我们一般说的公务员 罗用的是这些公款是老百姓他们的税收的钱 和本身他要是用掉的是一个公司的钱 那性质又是不一样的 因为所到的 你如果说一个公司的那是个人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share holder他们的股东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公务员 你盗用的那是全国老百姓的钱 那么相对来说 它产生的果报又非常的重 那么武戒里面当然从偷盗 这种盗戒数目都是非常大的 要到这样的戒 那么当然从偷十方常住这些方面 不管你大肆大肆小都是非常重的戒 那么从这个邪淫 这个是在家居士 佛所制定的一夫一妻的这样的生活 那么除此除这个滋味 那都叫邪淫 当然这个在古代和现代又不一样 古代因为它是基本上所有的社会 都是允许有妻子有妾 所以他有几个妻子 这样的 这也不算协议 如果说他本身是明明正确的 那么现在他所以这个 他如果说他违背了 这一个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 这样的合法的夫妻生活 这个都算是邪淫罪 那么第四个是谈妄语 你看这个妄语也是把它列在一个非常重的性戒里边 就是说你不管你是受无戒还是不受无戒 那么只要你打了妄语 那么这里当然第一个谈的妄语指的是大妄语 就是不正严正不见严见 自己没有开悟说开悟了 自己没有正的什么果位 所以已经正果了 甚至说自己是什么地上的菩萨等等 或者甚至说是自己是某某菩萨正来这些 这都是大妄语罪 不可悔罪 那么还有些呢是为了这个糊弄他人 或者是为了这个争取一些民用力养 说是自己见到了佛菩萨现前了 自己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圣经啊 等等等等 这些也是大妄语 所以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要注意 那么不奇语 奇语是花言巧语 就是心本身是不自知 没有说这种非常诚实的这种语言 然后呢用一些这种奇门巧思的语言 尤其是讲一些这些会赢会道的语言 勾起别人的淫欲心 偷盗心 勾起别人打妄语的心等等 那动脑人家修行的道念 这种叫奇语都算是仲介 那么不两舌呢 这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本身道友里边 或者是师徒之间 或者是寺院和寺院之间 团体和团体之间是非常和谋的 但是呢他中间挑拨了一件 觉得是这两个人好了 他自己心里不舒服 我觉得他应该和他更好一点等等 那大多都是由于嫉妒心的作祟 所以他会做两事 不恶口就是用非常恶毒的语言去咒人家 这个我们看到菩萨要善言 说这个各种各样安慰众生的语言 那么作为我们佛弟子也是 不能去随意的去说个都去骤人家 甚至有些就是爸人家的这些 祖祖宝贝贝都骂出了这种语言 所以这种都是忘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最容易犯的一条级 那作为所以作为五戒里面 忘语就包含了这四个层面 就是不管你受了五戒也好 还是没受五戒也好 只要做了都要引起注意 要赶紧忏悔 那么没有做的当然 我们要更加美丽自己 非常好 那么饮酒界作为遮解遮似房子的意思 就是饮酒是乱性的 酒下去以后 可能其他的前世界都破掉了 所以佛是坚决禁止饮酒的 那么其实在古代印度 像这个贝火教啊 这个希腊教啊 还有这个波罗门教的有些派系 他们也是持守前四戒 只是第五戒不饮酒 他们有些宗教没有持守 那这也正好就是佛教戒律的一个特色 因为你酒下去以后 有可能就胡言乱语 酒下去以后 有可能就会 邪音信也出来了 偷了以后都不知道 所以呢 作为一个哲戒 那么所以这个 我们一般发心受戒 受戒以后要守戒 尤其是要对位罪这些 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 他引诱我们犯戒 或者说是创造强戒 让我们犯戒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像要这个将军守城门的一样 要守好我们所受持的戒律 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让城门失守 因为这仲戒 尤其这信戒 一桥戒失守以后 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那么受完戒 坚守并且要持戒的 真正要有这种意识 那么持戒才会戒是失落的意思 持戒才会清净 那不仅仅是口业清净 生业清净 异业也是清净的 持戒的人我们说 持戒有戒相 所以你看像虚荣老 很多这些老婆 他有时候 你看他身体走过去都是一股香味 那如果犯戒的 有时候你这个戒律犯了以后 有些果报也会非常明显 尤其是望语戒里面 这个其余两舌恶口 那么这些你看来生的果报 都在地狱棒里面是非常残忍 两舌 就是让你这个嘴巴里长满了舌头 然后那些玉族 就是割掉一桥 然后又长出一桥 割掉一桥又长出一桥 不断地割不断地长 痛苦不堪不堪 并且拿这个铁离了离你的舌头 那么他现身有些 你看这个妄语戒 众戒恶口两舌 他本身这种口气是非常难用的 那口舌也会经常伸疮了 身体都会发臭 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五戒的内涵 那么五戒之外我们一分有这个八观真戒 这个是我们在做佛山的时候 或者是仪式经行的时候 在之前都会受八观真戒 八观真戒呢 是在五戒的基础上 再加上不做过高广大床 不做下方慢 不享有苦生 不不实 那么当然八观真戒我们看到 已经把五戒里边的不协淫戒改为不淫欲戒了 就是说八观真戒的要求 虽然说是五戒和八观真戒好像内容是差不多的 但是八观真戒的要求比五戒的要求要维系的多 严格的多 那么也就是说八观真戒这几桥 前后一共八桥的内容 在持守的过程中 每一戒都要当成大戒俊持 所以在《善戒经》里面谈到 持戒都要像佛一样身口一清净 那么从前面三道 当妄语和五戒内容一样 那么到不协淫改为不淫欲 这是八观真戒里边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在五戒里边 夫妻是合法的夫妻 她是可以允许有这种关系的 但是在八观真戒里边 一日一夜之间是绝对不允许的 不仅仅是行为上不允许 在念头上都要有善户自己的念头 要做到能做到清净尽量做到清净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后面 夫坐过高管大床 去坐这种睡这个豪华大床 并且这上面都可以翻得覆去 那么然后这个布卓香花卖 布卓香花卖这是古代 是古代印度 作为装饰的 就是今天来说 就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或者耳环 这种项链等等 这一类装饰用的 以及不相由途生 就是化妆品 就是这些东西 你在这些受持八观 在界的时候 全部都不能用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做到 我们深可遇的清净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 是防止我们淫欲念头的生气 那其实你看这个 你每天的化妆也好 这个每天对这种 这种耳环这种 或者是项链也好 等等这种装饰品也好 无非还是要吸引对方 或者让自己更加光鲜一点 所以这些就是 从这些形式上面 让我们的意念 能够做到尽量的清净 那么最后一个 再加一个过不时 因为三世祝福都是以正时 所以我们供佛的时候 也都是中午供佛 晚上是鬼神时 晚上是不供佛的 那么过不时 每个地方的时间不一样 东切和向切的时间也不一样 那么在我们这里的 一般都是可以到 十二点半到一点钟 一点钟之前必须要结束 那么这个之后呢 就在不允许吃任何东西了 你自可以喝水 那么其实从过不时 这一点首先是守一个证实 八观在界 就是把这八条犯罪的 犯戒的门全部都关掉 再加一个过不时 就是能够做到更加的完美 其实过不时 从这个一定意趣上 还是要防我们有隐喻性的 所以你看这个 佛在这里至界 虽然说是五界和八观在界 你看到内容差别不大 但是五界 吃的圆满也是得人生而已 八观在界 虽然说是只有一日一夜的功夫 但是你吃的维系 吃的清净 是可以出三界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观境里边 八观在界持守 再加上求生净土 都可以得中品终身 就说明他一日一夜的功夫 只要我们身口一清净 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菩萨界 我们很多同学说了菩萨界 我们看到菩萨界和比丘界 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比丘界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是释迦世宗当时注释的时候 有六穷比丘 以加利陀一为数的 阿弥陀经里边有他的出现 他们一直反界 就是佛治了这个界 他就反其他的界 佛治了这个界 他马上就反另外一个界 其实我们知道 他们也是菩萨的思现 但是一个原则是 只要佛制定的 他再不会犯第二次 那么比丘界是有比丘犯界 那么佛才治界 就是你有这些烦恼 然后以这个界律来指你的烦恼 但是菩萨界的出现 这个是佛无问之说的 有些同修可能受菩萨介绍 你都知道 菩萨界有三思的传授 是对佛传授 对释迦世宗中间戒师 那么杰摩是文术菩萨 教授是弥勒菩萨 就是说传授对佛菩萨界是对佛菩萨的传授 并且菩萨界是过去一切祝佛 乃至未来一切祝佛都所传授的 都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是比丘界是比丘随犯佛随至的话 菩萨界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什么意思没有任何条件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修学大乘法的 你是以成佛为目标的 那么菩萨界你要五条件去遵守 不是说是你受了菩萨界都要遵守 不受菩萨界都不遵守 不是的 你是大乘佛法的弟子 就必须以这些十重界 四十八千界 作为自己日常的行为规范 尤其是十重界的范畴 那么十重界在低桥里面 和五界的内海就完全不一样 五界里面谈菩萨生 主要指的是菩萨人 菩萨人 所以杀其他的狂生 或是杀这些变化人等等 这些都是不算是犯根本界 还是可忏悔的范畴 但是呢 你要知道菩萨根性的众生 你是修学菩萨法的 那是不能杀害一切众生 所以受完菩萨界以后 都是要求必须要吃糖素的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一切有情众生 他都还生怕死 他都是认为自己的生命 是非常尊贵的 没有一个 他是希望你把他杀掉以后 来补你自己的身体 那么不偷到 这个内海是一样的 不能偷别人东西 尤其是不能 这个情侦常住的财物等等 那么菩萨世界里边 这个不淫欲和不协盈 那当然这个不淫欲 只要是谈的是六灾日 那么妄语界呢 这个类还是和五界八观灾界 是一样的 那么饮酒界 五界里边 我们看到 一般如果说是你饮酒界 受不了 你可以先放下来 以后再受 因为有时候你要应酬啊 什么的 但是菩萨界里边 没得商量 不要说是你要去饮酒啊 你就是拿这个酒杯去 给人家劝酒 都算饭界 那创造各种各样的姻缘 或者自己自己去玩 陪啊什么的 说是你输了 你要喝酒啊 你都算不算 犯了菩萨界 所以他的要求就比五界和八观灾界要更进一步 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在心性上要下功夫 起心动念上要下功夫 作为一个大乘复发的弟子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言行来要求自己 那么其他的十中界里边的说四中过 你我们说过这个菩萨界的统修 你仔细看 菩萨界的十界里边 十中界里边 其中五条是用来治我们的嘴巴的 你就知道我们无事结义了 我们这一个三寸不烂之时 造了多少多重的业 那么说四中过 比丘比丘尼 又何事又何你 就是说在家出家中的过失 在菩萨界里边就说 即使别人有过失 你也不能去讲 没得商量 因为什么呢 戒是用来戒自己的 不是用来戒别人的 不是说是你现在知道戒了 就知道别人犯了个错误了 你去给别人说 你去 你指出可以 那是在节摩菜会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送戒的时候 如果说他没有出来 你说某某人 他这一条没做到 你可以指出来 但是呢 你不能去 在背后去传播思绪 不能去讲 你只要讲了 就算犯戒 那么现在这种犯戒的强奸 更加便利 你用手机 WhatsApp 或者是你Message 或者你上网 都算是严重的说是中国 因为甚至现在 你说是中国 你嘴巴去说 只是你这个人 说个那个人而已 但是你现在 有时候这就出去以后 很多东西 他都说不回来了 那么第二个是 自战毁他 韩世 这个是世界里边 这个第七条 韩世口业 赞叹自己 毁谤他人 有毁谤他人的因心 有心毁谤他人 或者是 别人在毁谤他人的时候 你创造因缘 提供素材给别人 让人家去毁谤他人 也有毁谤他人的方法技巧 他毁谤他人的局道 各种各样的媒体 媒介 或者是你本身 口口相传这种 那么自要这种 具足了 就算犯戒 那么第八个是 奸惜加毁 这个是当有这些 贫穷 贫穷项殿的人 或者是生活困难的人 来找你求帮助的时候 你奸贪不舍 这个算不算 这负穷戒也别算犯戒 那么或者说是 加毁的是说 有人向你来求法的时候 如果说是你不知道 你都说你不知道 或者说你可以介绍别人去 但是如果说你知道 你不告诉别人 你反而需要去嘲笑他人 那这个算是奸细加毁 就是你嘲笑了人家 又不把你真正所了解的国法传授给他人 也算是非常重的口约 十重约之一 那么第九个是 乘心不受悔 这就是乘恨心 嫉妒心太重 如果说是假如说是跟别人吵架了 或者说是有了头角之类的 那么当别人有了这种 忏悔的意图 来向你道歉 马上要接受 如果说是别人向你道歉 你三法五次 你还不接受 不接受别人的忏悔 算是犯重疾 那么第十个是 毁谤三法 谤佛法僧三法 这个不管是自己毁谤 或者是叫他人毁谤 或者是创造因缘强健 给别人去毁谤 提供一些毁谤的局道 给别人 或者是素材给别人 都算是毁谤三法 因为毁谤三法 是不明事理的人 愚痴的人 那么佛法僧三法 本来就是一起的 那么真正作为佛弟子 亲到人家毁谤三法 你看《凡毛经》里面 打到犹如三百毛穿心 亲到都非常痛心的 那么如果说是 我们作为菩萨弟子 作为大乘佛法的弟子 你亲到这些以后 不但不去不加阻拦 反而是在旁边欠有加醋 这个就根本不是 佛弟子的作为 所以这些都是 菩萨的行持里边 我们看到 必须所要修学的 具足的这种实重 那么四十八清 我们就再也不去谈了 那么《凡毛经》里面 这个实重界谈到 它不像是 《忧婆色界经》里面的菩萨界 菩萨界我们看到 也有余奇的菩萨界 也有这个阴罗菩萨界 那么自有范王的菩萨界 和阴罗菩萨界 它是动手 就是说 你能听得懂法师的话 就算是受界了 它没有 中间没有经过次序的 那必须要先 受完三规 最受五界 最后才是菩萨界 不是的 你当下 只要你听懂 就算是受界 并且受界之后 医兽 永兽 生生世世 都是菩萨的种性 你想舍界也舍不掉 那有什么前行下 是可以失去菩萨界的 丧失了菩提心 做自了汉 这不晓成佛了 不晓度众生了 不晓求生 净土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 故意的去犯 十中戒 故意去犯 不是无意的 或者是烦恼吃重 被烦恼所复辟 而是故意去破菩萨界 那这种就会失菩萨界 那么所以这种 一失 永失 也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这种菩萨的行持 我们看从不思 持戒到 忍辱 忍辱行 到精进行 到禅进 到智慧 那么这种都是菩萨 所必须要具备的 必须要具备的 修学的一些重要的资料 有故事 有持戒的力量 才会有忍辱的力量 能够对于各种各样的言语的 毁谤啦 打骂啦 攻击啦 或者说是对于各种各样的 过 过于的言词的赞叹啦 那他都能够有定力 能够经受 那么从菩萨的修学 那么精进是贯穿于六度之中的 任何时候是精进 不疲厌不懈的作为动力 那么禅进 禅定之力 这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定力 和后面的智慧之力 那么其实来说 不思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进 这都是修福德的范围 那么后面的智慧 才是波罗空慧 是修智慧的范围 那福慧 具足福慧双修 那么菩萨的行持 才会圆满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 正念 只观 助通明力 如法 调福 助众生力 如是等力 比调 具足 这个是最后一门 菩萨 极乐世界的菩萨修学 那么禅尹大师这里 给他的总结是 一行 成德 通过前面的正知见 到菩萨六度的行持 最后 具足的功德 是正念指观 那么这里 我们这个金本里面是 正念指观 但是在 静尹大师 他所 那个时期 所参照的金本 是叫 正念正观 这个字 这个字 我们不是很确定 但是 在这里 正念指观 和正念正观的 意理上 反而是非常相似 所以呢 我们就不去给他 不去给他 我们还是 作为这个正念 直观就好 那么正念 就是说 舍下入食 名为正念 就是说 通过前面的六门 自立立他的修学 那么这些菩萨呢 就得到了 非常强的 堪破一切烦恼 堪破无明的 智慧的力量 那么这种 智慧的力量呢 他就能够 舍下入食 就是能够 堪破 僧勒万法的表象 直接契入到 祝法的实相 那具足了 能够 当下能够 契入正的 祝法实相的 真正的这样的智慧 这样的正观 那么具足了 这样的正观智慧 当然了 这种各种各样的 鱼吃 各种各样的 斜见边见等等 他都会自然而然 就会消除 那么以这样的力量 再继续 再继续修学 得到我们看 止观正观 得这样的定 得这样的慧 其实来说 也就是说 契入到佛的 一真法界的境界了 基本上会 他就具足了 通 明的力量 通就是指的六神通 明指的是三明 我们经常说是 佛具足三明六通 那么六通 在前面四十八院的内容里边 我们都已经谈到了 那么三明呢 就指的是 苏命 千言 以及 漏进三明 就是 知道了过往的苏命 那么明是会的意思 不仅仅知道 过往 无量节的苏命 也知道 为什么有那样的苏命 那就是有明 就知道为什么 千言四知 未来无量节的一切因果势力 那么 路径 路径 灵 这是 佛菩萨 独具的 因为 我们看到 有些这些修学未到的 他也会 具足五通 但是呢 不具足 路径 路径就是 断尽 一切 烦恼的智慧 那么 那么具足这样的正念正观 能够契入 住法的实相 能够契入 平等一相 能够具足 剥弱智慧 那么 当然就会 有 巧服众生的 力量 所以最后这个是 如法 巧服 助众生 是一个总结性的 杠具 如法 就是 让 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 知道 解脱的方向 以佛法 来 巧服他们 那么 这样的力量 都 一切 都是 具足的 那就是 当这些前面 这七门 十三种力 最后 成就了 正念正观 成就了 三明六通 那么成就了 巧服 一切众生 巧服一切 不同更现的众生 不同烦恼的众生 那么 如果说是 能够巧服一切众生 那也就是 具足了 度一切众生的 大功德力 所以 如是等力 一切具足 那么这些力量 那么这些 极乐世界的菩萨 都是 圆满 具足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时间差不多 我们看前面就是 我们把这个 稍微再看 总结一下 就是从这个 因力 元力 这是 第一门 到 毅力 愿力 这是菩萨修学的 发愿 发佛基心 到 愿力的圆满成功 具足力量 再到度众生的 方便力 以及修学的恒常力 以及累积功德的 这种善业力 到具足了 定力和会力 以及 这个多文之力 就是政治界 正解的力量 再 来这个行持 不失力 持戒力 忍辱力 精进力 禅进力 智慧力 最后到 正念正观 诸通明力 具足了这种 广度一切众生 气如诸法 时效 平等 使一切众生 这种大慈悲心 能够显现 那么就能够 侨服一切众生 那么这样的 力量具足 那么当然 就是能够在 这些帮助 阿弥陀佛 传记法音的过程中 起到这种大法匠的角色 那么这也是 我们日后到极乐世界 都能够具有的十三种力量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回响 愿以赐功德 双眼佛景徒 上发四重恩 下祭三徒 若有 借文革 激发 福气心 尽此一半身 同身 极乐佛 好 那么阿弥陀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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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